二汶 二汶, 早 早 葉師傅, 早 二汶, 早 早 早 我認識他們嗎 二汶 早 這個肯定不認識 老闆 我不是老闆 我是這裡的管事 有甚麼需要 要幫朋友買點藥 進來藥材簿當然是買藥 小孩子 去魚山去魚高 哪個人見效快點 怎麼了?他受傷嗎 為甚麼他受傷?打架嗎 當然是打架, 被誰打 是我打傷他的 那又說是你的朋友 打完架就變成朋友 那你為甚麼要打他 老闆, 不如… 不如你帶他來 帶他來敷藥 敷藥?帶他來, 讓我多打他 讓他以後不要說 我們中國人是猜疑 你怎麼知道 你也要跟學生說的 現在的街坊 人人都知道你的名字叫葉文 你也要威風 小孩子, 你學榮春嗎 榮春正宗 佛山讚先生 第二代傳人 聽你這麼說 你是找川華的童弟 是嗎 我還以為甚麼正宗 以為你跟五枚書大學 學了多久 為甚麼 沉橋學完了嗎 標誌也學過了嗎 老闆, 你也學過榮春嗎 第一,我說過我不是老闆 我是這裡的本事 第二,我是學榮春的 但不知道是否正宗 有興趣玩兩下嗎 下次吧 下次就沒時間了 就是現在來 不要了吧 萬一有甚麼損傷 那你只是看我們 老人家不起來 來吧 本事先生 你也沒教你嗎 同門教技, 留力就不留守 幹甚麼, 是我不起嗎 那我禮真的了 弟弟, 你沒事吧 沒事吧 沒事吧, 那就來過吧 忍住我的肉 走 看著我的衣服怎麼走 你那些都是詠春? 我打出來的就是詠春 你那些不是詠春 師父說詠春是手打七分 腳是三分,專哥下山路 不要賴師父 沒錯,傳統的詠春是以手為主 但是不能夠一成不變 變化了的詠春,變得更靈活 有腳法,有縮法 一招多用,招招實用 不知道高人專性大名呢? 我叫做梁碧 佛山人人人都稱我為先生碧 你書公,梁讚就是我的白爺 原來是師叔? 那我的詠春還算不算是正宗? 師叔真是風趣 弟弟,你後天再來這裡找我吧 後天再來這裡? 你不想學習嗎? 當然想 但是讀書期間 沒甚麼多餘錢加學費 我又說要過收你學費嗎 我 我 我 不想學習 你 我 你 你 感谢观看